哇 身材好好 你好 这个掌声代表什么呢 喜欢 羡慕 福气 身材好好 小麦色 很好看 你多高啊 我180 精神高 我怎么感觉越看你越像林志玲呢 特别有点感觉 越看越像 其实看到本人的时候 并没有回忆到 我们在生活当中 可能看到过他的片段 大家可能在某些 短视频平台上 是刷到过他的 我会选择一个小的中段 进行弓箭步骤 作为我的热身动作 大概四组 然后选择一个 适合自己的腰带 我们进行深蹲 这个深蹲呢 是要完全蹲下 全程的深蹲 我会选择一边10的重量 做六组 一组15到20次 接着分享就结束了 咱们一起加油 我发现涂雷老师 他的那个腿 好像都要到您的胸的位置了 没有关系 怎么说都没有关系 那强烈的视觉通勤 你要是觉得 他的腿都到我胸了 我们随便叫个王上峰来 保证到头了 你行不行 大家好 各位老师好 我叫叶童 来自北京 然后是一名 比基尼运动员 很高兴能来到 非你莫属的舞台 谢谢大家 那个人嘛 做人低调 做事高调 他有个重要的数据 没有介绍对吧 就三维 他的胸围是89 腰围猜是多少 60 哎呀王上峰 你身材不行 猜这个特准 你的腰围是多少 我120 臀围是100 如果您不介意的 的话能不能转一圈 我们看一下 方便吗 哇 哇 哇 我原来以为 小叶的身材还不错 我现在见完以后 我就不想看小叶了 特别想问一个 健美冠军跟比基尼冠军 是不是有点不一样 不一样的 就是他这个项目 是分男子跟女子 像女子的健美 就是大家常看到那种 真正的金刚巴比 就是一弯胳膊 就是他的二头会 特别明显的肌肉线条 然后爆血管那种 是属于女子的健美 然后像我比的项目 是女子比基尼 他还是属于 就是像 模特 还是要看你整体的 身高比例 然后还要是 最主要就是女性特征 突出一点 你今年是多大来着 大家觉得我多大 可以删一下 90 20 20以内吧 95后97年的 今年22 我参成准办 真的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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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